我们希望在一生当中 永远保持对人有善意有好意 我们跟这些人相处彼此都有恩德了 我们的行为别人偶尔有不满意 这是情有可原的 哪一个人做事情能做到十全十美 都到大家满意的不可能啊 念释迦摩尼弗 你看看现在世界上批评他的人有多少 佛尚且不能令一切众生过过满意 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 人家对我们不满意 设几句闲话 应当的嘛 何必放在心上呢 所以有些人来传闻来讨好 不管他是有意无意 他只一开口 我们离开宗旨 不让他说下去 我们总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所认识的人 过去现前有过往来的人 心里都是一片真诚善意 我们永远怀念别人对我们的恩德 他曾经帮过一次 照顾我一天 永远感恩 永远不忘 绝不能因小小的过时 就恩将仇报 这个错了 这个大错 特错 我们修佛 那修到哪里去了 简论里面 叫我们知恩报恩 这句话 这句话 佛耶森 讲了多少遍啊 我们要记住啊 我们要记住啊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这不是我们做不到 做得到啊 只要守住一个原则 念人之善 不念人之善 感恩之恩 却不埋怨任何一个人 我们就知道了吧 做到这一点 这个心境都舒畅 都快乐 天天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个事情过不去 是自己跟自己干麻烦 生活在烦恼 忧虑 痛苦之中 来生 哪里会有好果报呢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都想想看 要把这个道理想通 孔老夫子叫学 他老人家说过啊 学而不死再往啊 思而不学再待啊 所以中庸里面叫我们 不学 审问 民辩 甚思 对心 这是求学之道啊 这个五条 这个五条 所讲的 都是成就后得之 根本之 这个成 至尘心 真尘到极处啊 这是真心 佛家讲的本性 讲的菩提心 儒家讲 至尘 最新 要成其意 必定要断烦恼 决定不沾染 世俗的习气 也就是佛家讲的 食物的习气 不可以有 我们要把它淘汰掉 决定不能沾染 逆逆 是善心的 行行 是善心 行善 逆善 行善 纵然被人害死了 还是善 为什么呢 他帮助我早一天升天嘛 这个世界太苦了嘛 我还是感激他嘛 他今天把我害死了 我可感激得不得了 为什么呢 我今天升天了 怎么会怨恨他呢 难道我在这个世界 多吃几天苦头好啊 他叫我早一天 利苦的落 他的恩德了 你从这些地方就观察 世间 没有一个不是善人 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 顺境逆境 善缘 沃缘 通通都来帮助我 有从正面帮助我的 有从反面 叫逆增上缘 那么由此可止 菩提道上 拥有成就 在自己 不在别人 自己真的通达 真的明白了 一切 因缘 都是善因善因 我们在菩提道上 一帆风顺 这个你要真正懂得 什么叫遗害 你真正参透了 明白了 知道 善因 如何去积 沃云 怎样去化积 然后其辱 真善美慧 佛家讲 一片慈悲 这个意境 声广 无限 明天